第五球 北控做客倾倒 面对杨汉森的错位防守 李乐利用速度优势一个变相杀入篮下 送出双手 季经四座 等赛季的北控提前四轮进入季后赛 我们有理由期待李乐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第四球 广东下半场大股分领先 拒绝后场穿着引线 贝尔挡开顺下 两人心理神会一抛一扣 轻松写意 水到渠成 内外组合轻松撕破对手防守 空中机扣如雷霆天降 第三球 华南猛虎虽然大股分领先 但发起进攻依然一丝不抖 沃特斯看似漫步惊心 实则眼观六路 一招背后传球突袭篮下 防守球员的反应速度显然跟不上沃特斯的奇思妙想 杜润望反手将球送进 两分到手 犹如探囊虚物 第二球 带排薄的接球摆脱 已经巨险大阵摇摆人的林乔真知 破人列框 其挑战地就要将球砸进南方 此奈北京双人防空小分队极限扎出 增环博单笔M帽将球握收 想要穿着北京队的进飞区 北京小匠必然将你一军 第一球 新疆各场挑战上海 如影成为本门的交流 谁跟下半场突然爆发 同防两端都有惊艳表现 送出27分的春色打卷 特别是在第四节连续送出报酷 带着球鸣密集 瞬间移动到全明星扣篮大赛的现场 面对新疆不仅要赢 还要赢得攀唱 中国大赛的审划 感谢观看